货运司机 然后他回来之后就跟我们讲 公司用他就是在他名义下买了一辆车 这个我们就发现不对了嘛 去找工作 对 然后买了个车回来 对 就忽悠他买了一辆货车 就是后面这辆 游先生找到网上的那条招聘记录 杭州斯莱德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招聘各种司机 工资待遇从8000到26000不等 游先生说 父亲买回来一辆白色电动面包车 还和斯莱德签了一份委托购车合同 就是这个车 他虽然跟他说是不用你出一分钱 但是是用他的名字 贷款按揭买了这辆车 后续的费用都是由他来还这样子 贷款他还 对 每个月还多少钱 3700多 贷款待了多少年 三年 他这个车的话3000多 他怎么就拉货还了 对对对 那货是谁 什么工作谁给的介绍 就是这个公司他会说 我会派单子给你去拉 但是他没有说我保你赚多少钱 保你拉多少碳 对不对 那我就听他说可以吗 他就给我买车 买车要交保险的钱 要全部给我交掉了 你倒是没觉得奇怪 我以为他公司 我不用出钱 现在由先生的父亲和斯莱德签订了运输业务服务合同 委托购车合同 车辆的贷款也已经办下来 我回到家里 家人家不同意了 他说你肯定是被骗了 公司不可能给你出这个钱 他明显的就是通过这么一个招聘的名义 然后来就是恶性的营销嘛 他就是卖车 游先生带着记者找到杭州拱树区 新华数字产业园12号楼的斯莱德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他一分钱没有出到 一分钱都没有出到现在 过了200块钱提车的押金 定金 对那个是定地 那个是随时可以给的退的 那个是联合物业定地 本来是说车下来之后可以给的退的 那个没有关系 他现在是一分钱没花 对一分钱没有 保险也是公司给的电的呀 我们因为管理费也没有收他的 也是要三个月之后才收到 他现在一分钱没花就已经 贷款负债 负债11.5 那也是分期的 如果说他不要这个车 我们可以以租代购给他收回来 王女士说 所有合同游先生的父亲都签了字 而且贷款也办下来了 再想退车 公司说了不算 得找银行 人家确实是来找工作的 结果你回去给人家买了个车回去 这确实是一个工作的 他没有钱 说是我们有车 他可以租车也行 但是他不想付钱呀 他不想付钱呀 在乡方那边有租车 我没有租车 他说可以跟你啊 他当时有跟你说可以租车啊 没有来什么租车 租车我干嘛要买这个车呢 达成一致 有先生表示 后续会考虑走法律途径 1818黄金 也记住报道 伍商 因为也不想付钱呀 我去买了 我会先付钱呀 我可以说 他不想付钱呀 我不想付钱呀 我可以帮你了 你不想付钱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